阿彌陀佛各位大德 我们继续来学习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第38回 拜守成夜神 上一回提到 善才拜见了极尽阴海夜神 极尽阴海夜神说 无量节来 有许多佛出世成正觉 他都去皈依礼拜 每皈依礼拜一次 就得到一种三昧 因此成就了广大庄严的解脱法门 为众生免除种种苦难 善才在菩提场住了一天 参观了场内的花木 楼阁 山水 感到处处清洁 样样整齐 真不愧是佛陀的说法常做 日落西山 善才朝金光灿烂的方向走去 看见一个身材 身材魁梧的神 坐在摩尼堡狮子座上 手指巨斧 身放光明 面前众夜神围绕 善才上前 先诱绕树渣 在顶里说道 我名善才 以发菩提心 欲利乐友情造福人间 尚不知如何修 如何行 如何利益众生 请圣者慈悲教诲 夜神站起身来 扶起善才道 善男子 我指守菩提场 有什么能告诉你呢 善才说 记守菩提场 一定有守成三妹教卧吧 夜神道 好 请坐下吧 善才靠在夜神旁边 一起坐下 看见一人进入场来 夜神道 这是一个善人 是来供佛的 果真 那人进入菩提场来 直到正殿佛前 向佛献上供品 顶礼而去 不一会儿 佛提场的北面 天上献出一朵黑云 夜神指着黑云说 那是恶人要来了 没多久 远远看见一个女人 手提花篮 篮中盛满鲜花 姗姗进入场来 善才对夜神说 她也是来供佛的吧 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那女人走到菩提场门口 对守门小神娇声地说 有劳大神 我进去供佛 求佛开示 小神被她焦点的声音弄得神魂颠倒 因此没有阻拦 也分辨不出真假 那女人便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菩提场 夜神见她进场之后 慢慢走近 那女人又焦嘀嘀地说 大神慈悲 我来供佛 求佛开示 夜神没有回答 只是将手上的斧头一摆 那女人一下就趴在地上 变成了一只狐狸 夜神没有伤他 对他说 你要行正道 才能成正果 狐狸谢了不杀之恩 仓皇逃走 夜神转回坐定 对善才说道 善男子 我历劫休息 得菩萨自在解脱法门 以平等心 为众生解脱苦难 以各种行 各种因 各种方便 使众生安住善行 正说话间 南方一团黑云 从天而降 从远而近 夜神对善才说 那边又有恶人来了 我还得降服他们 使他们消除恶意 煞时一声俱响 一个三头六臂的怪物 从天而降 后面跟着一群小魔 浩浩荡荡 杀奔菩提场而来 夜神离开宝座 上前迎敌 双方兵刃相见 你来我往 战了数回合 不分胜负 那怪物突然使出法力 将手一伸 一只雕鼠扑向夜神 夜神的左臂被咬伤 夜神并不恼怒 右手举伏坎去 怪物不见了 夜神端身正面 洒开缩婆若网 收网一看 果然是个阿修罗 夜神问道 你夜闯菩提场 所为何来 阿修罗道 这还用问 为了吃供佛的满食 夜神说道 你的称心太重 使你从内心不得清静 这是很痛苦的事 你应该有大悲心 要想到 别人的痛苦 和你的痛苦一样 己所不欲 不失于人 阿修罗惭愧坐立而去 夜神对善才说 我在过去 法海雷音光王时 为法轮化光比丘尼 就发心守护菩提场 这菩提场就是正法城 后经百千佛出世 我都为守城神 我的守心城三昧 就是善守心城 善才道 定尼尊教会 要善守心城 夜神说 本场中还有 开夫一切树花 主夜神 他有一些不错的功夫 你可以前去访问他 善才得到 善守城三昧 心生欢喜 坐立而去 善才童子五十三昧 第38回 拜守城夜神 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